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声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永恒姐妹平安 早晨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再次思想那份起初的爱 用感恩的心来敬拜祂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就在你手中 你抑制我 你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从此我不放手 当你找到我 在生命十字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全然就在你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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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指我 你恢复我 你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从此我不放手 你祇用 奇迹满腹 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颤泪永远不后悔 在你翅膀里向我的保护 你华于是我生命的坚固 你已许不摇动自始至终永不落空 未来在你的手中我不忘初衷 让你找到我 让你找到我 当你找到我 在你生命十字路口 你靠近我 你拥抱我 从此你不放手 过去的种种 却然交在你手中 你已知我 你已恢复我 从此我不放手 夜在黑 心在疲惫 我仰望你只剩荣誉 我已决定 永不后退 你作为何等容美 你大灯在我心间 你大灯在我心间 我愿一生 紧紧跟随 我跟随你 从高山到低谷 我跟随你 你即使奇迹 奇迹 漫步 纵然 面对挑战 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 折脱 颤雷 永远 既然 在你肆复 保护 你花愈 使我深屁的坚固 你允许 补摇动 指使之中 永不落空 未来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我跟随祢 崇高山高低谷 我跟随祢 即使 晶晶满目 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 感到疲惫 我要挣脱禅 永远不后悔 在祢翅膀里下 我的保护 祢华语 是我生命的坚固 祢应许不要动 自食之中 永不落空 未来在祢的手中 未来在祢的手中 我不忘初衷 等祢找到我 耶稣 我感谢祢 主 谢谢祢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 成为祢圣洁无瑕疵的儿女 主求祢帮助我们时时回到那份起初的爱 谢谢祢的拣选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主啊 在这感恩的日子 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再一次思想那起初的爱 主 让我们每一天 更深更深的思想 主啊 祢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阿们 今天是感恩节 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 我们来读生命基第八章 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 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不守祂的诫命典章绿绿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吃得饱足 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 你的金银增添 必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你就心高气傲 忘记耶和华你的神 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 这里摩西提醒我们 一个人很容易忘记神 我们什么时候最容易忘记神呢 就是摩西提醒我们的 当你吃得饱足 然后妻子也娶了 孩子也生了 房子也买了 车子越换越大 然后股票一直涨 然后业绩红彤的越来越好 存款一直增加 就这个意思 那么当你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错觉 这个错觉就是觉得自己还蛮厉害的 我们都有这种错觉 因为一切都太顺利了 一切都这么好 这个时候就心高气傲 我们就很容易在这个时候忘记神 我这么说 说其实取妻很好 买房子很好 换车子很好 存款一直增加更好 然后业绩很好 这些都是神的祝福 这些本身都是好的东西 也是神应许要赐福给我们的 但是在这些东西里有一个神要提醒我们的 本身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在这样富足的环境里 人很容易心高气傲忘记神 因此我们在这样富足的日子里面 摩西提醒我们 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 有三件事情是摩西提醒我们的 今天是感恩节 那么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更不可以忘记神起初的恩典 所以这三件事情 我想也是感恩节的时候 神提醒我们的 第一个 不可以忘记神起初拣选的爱 你知道神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百姓 神在万民中间拣选的以色列 不是以色列特别的好 也不是以色列特别的敬虔 也不是以色列人多 神看中了他们 不是不是 圣经说神拣选以色列 是因为神专爱他们 神拣选他们 你知道爱一个人 是没有办法去比较 也没有客观的标准的 你要决定要爱他 你决定要嫁给他 别人是不可以有意见的 你说他这么丑大家不同意 他这么胖大家不同意 你管他 人家就是要嫁给他 爱是一个专门的拣选 不需要经过任何人同意的 那么只要你爱他就可以 神的意思就是这样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在富足的时候 当我们在平安喜乐 过好日子的时候 你渐渐地发现很多的事情 你就发现好像 慢慢以为是理所当然 你还记得你在你生命中 遇见神的那个光景吗 你还记得你当时信耶稣的光景吗 若不是神拣选你 今天我们会在哪里呢 所以我常常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要常常回去纪念 我们起初神救赎的恩典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喜欢做得救的见证 你知道一年我要做上百次得救的见证 连我的弟兄姊妹都跟我说 牧师你讲的我们都耳朵发痒了 都听腻了 你要一直讲 我跟他们讲 我不是为你们讲 我也为自己讲 因为每次当我分享我得救的见证的时候 我自己就回到起初的爱里头 虽然已经二十年过去了 可是我们想到 起初遇见神的爱的那份感动 每一次讲的时候 心里就很感动 我就提醒自己 所以我要鼓励我的弟兄姊妹们 其实我们要常常分享我们得救的见证 因为当我们分享我们得救的见证的时候 我们才会知道 今天我们成了何等的人 是神的拣选 你还以为你特别好 你还以为你特别的敬虔 你还以为你特别的优秀 所以神才会祝福你 那是你的错觉 若不是神的拣选 今天我们不知道还在哪里 所以常常在做得救见证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要常常的纪念 我们在旷野中学到的功课 神明记八章二节说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 是要苦练你 试验你 要知道你心内如何 肯守祂的诫命不肯 另外也提醒我们 当我们受管教的时候 你当心里什么 思想 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 你知道以色列人住埃及 其实十一天就可以走到了 走到了流奶与密之地 可是神刻意绕路 绕旷野的路 绕旷野的路 这一绕 本来十一天可以到的 搞了四十年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 神刻意的绕路的原因是 要在旷野里面 试验以色列百姓 在旷野中 肯不肯遵行神的话 你在旷野当中去试验以色列 是不是顺服神 那么在旷野中要学功课 一个走过旷野的人 他一定知道一件事情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你旷野没有水没有方向 你知道 然后呢 没有食物 可是以色列在旷野 四十年神养活他们 你知道人在旷野就知道一件事情 真的 就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 只有剩下神和神的话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活得过来 回头看最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回头看我们旷野的经历 你会发现 人家问你说 你到底是怎么走过那段 这么辛苦的日子 你说不清楚 你说得清楚才怪 那么你说不清楚 你怎么回答这样说 总而言之我过来了 你知道吗 怎么过来的 说真的还没有办法告诉你 SOP什么的 是神拉着我们的手过来的 你怎么过来都不知道 就是神养活你 但是旷野的日子很辛苦的 一生过一次就好了 没有人想要一直在旷野的 旷野是一个过程 不是一个目的地 目的地是流奶与蜜之地 神是之前让你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一生中 一定要常常纪念 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 神刻意地绕路 把你带到旷野里面 学的功课 因为在进入流奶与蜜之地之前 神一定会让你学功课 目的是让你 对付你生命中的个性 软弱 好让你在应许之地 可以长久蒙福 就只要对付好 才进入到那蒙福的应许之地 所以一生都要纪念 你一生要纪念学功课 我出信主的时候 神把我带到旷野 在两年到三年的时间 感谢主不是四十年 但是我学两个功课 一个就是顺服的功课 第二个是金钱的功课 因为我们个性以前就是 天生不顺服 是悖逆的 所以一信主还是一样悖逆 神就把你放到旷野 好好对付你的悖逆 我一辈子记得 因为学一次就好 第二个金钱的功课 以前的金钱就是乱七八糟 乱花钱 乱借钱 那么我学到这两个功课 很痛苦的两个功课 所以一直到今天 一直到今天 我这一生常常提醒我自己 就是关于顺服权柄这件事情 和金钱这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是我天然人里面的灶门 所以每次碰到这两件事情 我就要提醒我自己 旷野去一次就好 不要再回头了 有一些弟兄姊妹很同情他们 就是有一些功课 旁边的人都知道 你学这么多次 怎么还在学 有一些人就是经不起神的祝福很奇怪 好日子过了一点时间 他又要回去 老毛病又犯了 他又回去过他以前的日子 你才过在一下下好日子而已 神一点点祝福而已 你老毛病又犯了 结果从前该学的功课 没有学会 你又回到旷野里面 我是觉得我们要在感恩的日子里 因为是富足的日子里 你不可以忘记 你在旷野中神教导你的功课 要长长纪念 第三个要知道 得获财的能力不是从 得获财的能力是从神来的 所以圣灵纪八章十七节 十八节 恐怕你心里说 这获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 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 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祂给你的 为了坚定祂向你的列祖起誓 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 你知道当人慢慢有钱的时候 存款也增加 股票也上涨 然后房子也增值 你知道吗 人会有一个错觉 我们觉得不太那么需要神 为什么 因为钱真的很好用 钱都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有钱真的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所以要鼓励那些生意人 很会赚钱的人 我告诉你 钱对你不是问题 但是我也告诉你 钱能解决的问题 都是小问题 这种有钱人 他们碰到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钱不能解决的 当钱不能解决的问题 发生的时候 我告诉你 那个代价就非常大了 所以我要鼓励你 常常做感恩奉献 因为每次你业绩一好 一赚到钱 赶快去做感恩奉献 因为这提醒你一件事情 得获财的能力是从什么 神来的 免得你心高气傲 所以我们教会有的弟兄姊妹 他们真的是 神祝福他们做生意的 我赶快就来奉献 我说你干嘛 他说不是我赶快奉献 免得我忘记得获财的能力 是从什么 神来的 我们很容易有错觉 我们来祷告 今天感恩节 我们为几件事情祷告 第一个 我们要为我们蒙神的拣选 成为神的儿女 感谢神 如果不是神拣选 你知道你今天会在哪里吗 你知道你今天在哪里吗 我们来感谢神同生的开阔祷告 祝福我们先祖上祷ows 祝福我们先祖上祷奉 耶稣我们赞美你 主啊你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主啊今天早晨 让我们再次看中我们神儿女的位分 主啊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以感恩的心 能够活出圣洁 活出顺服 能够一生做逃你喜悦的儿女 谢谢主 主我们真知道我们得救本乎恩 因着信 不是我们的好行为 乃是因你莫大的恩典 耶稣我们为着你拣选的恩典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主啊我们早晨求你再次的帮助我们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 你话与美好的样式 主啊让你拣选的恩典 能够真真实实的 主啊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让我们成为你顺命 蒙神你喜悦的儿女 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每个基督徒一定走过旷野的日子 你还记得在旷野里学会的功课吗 今天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好吗 我们求神再一次教导我们旷野中学的功课 一定不可以忘记我们同身的开口祷告 祝先父我们向你赶紧 耶稣为我们过去在旷野的同时 我们感谢你 为了在旷野的学校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感谢你 祝我们深知到旷野是你 要磨练我们 试炼我们 主啊要付出 考虑我们真理的行为 天主帮助我们 主啊建议在旷野的当中 让我们学习到的美好的功课 主啊让我们在旷野里面 继续在旷野里面 旷野里面的学校主 让我们心想敬你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 主啊在这个时刻我要来到你面前 数算你在我身上的恩典 数算呢一路来你 我们走来的一路上你的点点滴滴的恩典 在我身上 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恩典 成为你的孩子 也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在没有认识你的时候 我们偏行几路 但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又跑得好快 有时候忘记了主啊 你要我们慢慢的学习 主啊在这时候我要来到你面前说 求你帮助我们每走一步 我都要顺服在你的引导当中 求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长长的去思想 主啊这一路上你的点点恩典 我们把它写下来 然后记在心中 不要我们忘记 主啊因为我们常常是健忘的 但是主啊你却依然的 在这一生当中 主啊以此神爱所牵引我们 主啊我要向你献上感恩赞美 每时每刻我要来到你面前 献上感恩和赞美 让这些感恩在我的里面 一生都不忘记 主谢谢你 父神孩子来到我们面前祷告 为了我们生命中的 每一个旷野的时刻 向你献上感谢 谢谢你带于我们 进入这个低谷的时刻 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你 主让我们效法 失人大卫的心智 我们虽行过行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你的帐你的肝安慰我们 主因为在旷野里面 你的同在是真实的 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 你的云柱火柱 每一个时刻都在我们面前 带领着我们 让我们在旷野里面 学会抓住你 也感谢你 以至于在人生的高峰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主你是我们人生的主 你是我们生命中那个至宝 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第三件事情 在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把神秘的主权 奉献给神 让我们一生都要成为一个奉献的人 我们同生的开口祷告 主在这感恩的日子 我们要再一次在十字架的面前献上自己 主谢谢你牺牲的爱 是你牺牲的爱 见证了爱与荣耀 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知道 主唯有你的爱能充满我们 我们的生命能不断被改变更新 谢谢主 万一感谢献上危机便是荣耀你 主让孩子们常常献上感恩的心 一生奉献给你走主你的道路 谢谢你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感恩的季节 也是何等的慈爱 良善何等的信实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我跟随你宗高山貌低谷 我跟随你即使荆棘满目 纵然面对挑战也有眼泪感到疲累 我要挣脱颤累永远不后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